哈喽大家好我是max就是你们在我之前的视频当中啊开头动画也好还有这个无人记也好 经常能看见两栋楼闪闪发光在夜晚 然后白天的时候也是矗立在这个海边啊很明显 我一直想看看这边楼房啊今天正好这个物业终于让我进来了我们沟通了一下 很好奇啊那个两栋玻璃房究竟是啥我去看一看 这里真的不好进来管控的非常的严 哇你们这里做的好好啊 感觉像个酒店前台 嗯这边的房都卖完了吗 还有还有二生十八岁 哦 一到五楼是停车场 六楼就是全部是设施 七楼到三十五楼是公寓 然后三十六楼也是设施 我今天看你们家房子了 在我们家蒙山台上 哦这里是一楼一楼就是信箱在这里 它的信箱特别是什么 你看有灯的就代表里面有信 现在我们到了六楼了 鸡到五楼他不是说了吗 是停车场 哎可以出去看看吗 嗯先这里走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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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是泳池 等我们先出去啊 哈哈 它有Jakuchi的按摩 哇 它这两边都是通透的 应该在我的这个无人机当中 大家都能看到 它跟普通的住宅不一样 我们试试干嘛去 嗯 嗯 这里是宴的会厅 宴会厅 就是属于这个业主的啊 比如说要办是免费的还是 要租的 要租的 就大概几百块 几百块 哦 哦明白了 一楼可以二十人 就大概可以装一百个人 就是付几百块给你们 然后比如说我是业主的话 来这边办个活动 吃的啊什么的我自己准备 对对对 好明白 那我们看看这边的泳池啊 然后那边那个岛上次我们 上去过对吧 之前的视频 A B 两个 两个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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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 load 给你了 也走 孔子 撞钳 马程 大约 去一些生活的工作址 每个地方都在每一个小驴做 亚状 现在是看房子是吧 看房间是吧 设施啊 好谢谢 这里没有做那个民宿之类的吧 就或者酒店呢 也不行是吧 你可以住一年了 就是说如果我是买 我是买来这个房子之后 我想做的话只能是给别人租 要住一年以上 明白了好好好 这是健身房 旁边还有一个瑜伽 就是这一整层呢 都是这个设施啊 他提供的公共设施 这是什么 不用拍了 我们就是看看他们了解一下 有的烧烤 好像马来西亚这边的楼层 大多数都提供烧烤 烧烤区域啊 这里可以做烧烤 那两边都是通透的啊 而且它两个不一样设施 不一样设施 所以你可以走过去那一层的设施 这风吹也真舒服啊 走 走 可以讲是选冰层醉果设施 可以讲是选冰层醉果设施 嗯 这边是 这间是 嗯 店 有人是银吗 这个就是你要租 你就是要booking 就是在那个management那边 你booking讲我星期几要剪头发 我想要弄头发 那个hastory的这一间hastory的 就是过来 对它会过来帮你练 这里也可以做指甲 哇 这是洗脸的 这里是可以做美甲的啊 他们会特地过来 嗯 很多设施 这里是也是要桌就可以 你可以请你的家人啊 在这里煮 就不会你的家 就不会油油油油烟 嗯 那一般厨师的话是自己找 还是你们也会提供的啊 这里是可以 提供的 可以提供或者你外面请你的朋友啊 你的厨师过来煮也是可以 或者你自己下厨也是可以 好好好 谢谢谢谢谢谢 你租哦 然后他们会帮你收拾 他很多厨师你看 包括下面的夜会厅 都是跟自己去租的 对对对 有一些是免费 有一些是要租的 嗯 我们还要帮你收拾 现在这边的入住率怎么样 呃 百分之多少个八千 百分之多少个八千 我这个问 投资也是蛮多 差不多 五十八千 都是投资者 很多投资的 这个位置是真的好 这个是一亿四亿放车 好 嗯 对 一一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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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九十多个平方 哦一百个平方 好 抱歉啊 我你们是公尺 我是平方 对对对 我们自己是公尺 嗯 好 我现在你别再贴的墙 没关系没关系的 这个房间是 就是说是拎包入住的那种也是 对吧 嗯 嗯 啊 全部你看到的全部都 嗯 就是现在你们在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啊这边都是现房啊 不是清房 嗯 嗯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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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正是178嘛 呵 你就看一看 我这是178 呵呵 我是我是告诉你观众 我们看看主卧 主卧是哪个 嗯 啊哈 十一楼的客厅 然后我看一看这边这个 啊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旁边还有一个冰柜啊 哇 行我们进到这边过去看看 这是主卧对吧 好 嗯 洗手间 这边旁边是衣柜啊 马桶是电子马桶 马桶是电子马桶啊 你看到的全部都是你买的时候就 就会有的 嗯 哦 这还有两个卧室啊 对 这边一个 三房两侧 三房两侧 嗯 哦 旁边还有个电视呢 嗯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阳台 啊 啊 这是洗衣机 对 这个洗衣机是可以轰盘的 嗯 哎 像这边这个房子的话是多少钱啊 啊 这这个房间 这个啊 这一楼是蛮高 就是33 越高越贵 因为一楼一层的话是加十钱 加十钱 那这一层就说大概 告诉我一下多少钱 还没有折扣之前是2.1 哦 2.1 没有2.1 啊 啊 如果折扣啊 那个 外国人的话是有5%折扣 外国人还有折扣 为什么 啊 我们公司就是有做折扣 哦 就5%了 可是还可以折扣 这一间就差不多 二门间 嗯 啊 律师费 印刷费全部包含 嗯 那算下来这个房间一平方的话 在 嗯 呃 2 2万马币 对对对差不多 不用出不用出 2万马币 因为100多平米嘛 那物业费呢 啊 0.33 乘零的方式 0.33 就是大概三四百 三四百块左右啊 好 谢谢 33层就是高啊 我看看 哦 哦 哦 这可以出去啊 嗯 哦 今天天气不太好啊 这是最高的这一层了 OK 每天的垃圾就住在这 哦 就在旁边是吧 对清洁工人会开着这门帮你 嗯 好谢谢 哇从这里哇 我有恐高症哎 算了算了我还是别出去了 大概就这么看一看啊 呵呵 还是我用无人机飞吧 那下面这个就是冰城这边的这个 他们叫排屋了 这个房间他们说像最高层租的话 大概在五六千 反正整体四五千马币左右的也有 就是往外出租啊 哦 我以为我们结束了啊 然后这个姐姐又带我去看了那一套 这是第几层 呃 十六 十六层是吧 嗯 我怎么感觉这一层比较 大呢 嗯 这一层是 就是 哦 是一个角角头间你们叫啊 我们叫 角头间 对对对对 按照你们马来西亚的说法 可以的 这边是一个主屋 连接着这个客厅 这个是不是贵一些 啊贵一些 嗯 我觉得这一层更好 对 这一这一间是最后一间 最后一间了 嗯 全部角头间卖完了 那这个多少钱啊 像这个2.3 呃 2.5 还没有扣 扣到来就2.4 哦 就是也可以打给你邻居 或者你可以看楼下哦 有 有没有人在 老鼻呢 就是有一个小姐姐 哦 呃 加油 嗯 就是可能你要打下去啊 哪有 有人看到哦 这里有改 明白了 比如说有人来找我 我就可以看 你也可以打下去的 那为什么还可以给邻居打电话呢 可以啊 可以跟邻居打电话 可以聊天是吧 可以可以打 就知道他的号码是吧 对 你要知道哪一间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 天气今天就是天气不给力 天气如果给力 天气如果给力就真的非常的棒了 哎 看看下面 这个下面这个牌屋是本地的啊 外国人可以买吧 应该是可以吧 哇 这个更贵 对 嗯 对吧 对 这个应该是 O3 对 3个million 三百万起跳的 对 这个叫 这个是A 嗯 茶区就是可以带自己的茶叶 哇 这是A层的公共设施 对 这是电影室 这是电影室 嗯 哇 想看什么电影自己点是吧 对 呃 付费 付费是一个人十块 十吗 对 最想要五十 就是五个人啊 最想要五个人啊 那我就找我朋友过来看吧 对 仅限业主啊 对 你可以带朋友 我想问一下像这边的这些 呃 这些设施呢 就是说如果是租客的话也是同样享受的 对 嗯 只要你住在这边 好好 哎这是什么 这个是 玩游戏 啊 类似于网吧啊 明白了 游戏就是电脑啊 对 年轻人最爱 哈哈哈 音乐是 这个是电子 音乐 哇 不愧你们 你们真的敢说就是冰城最全的设施了 那比如说我是B栋的这个 嗯 你可以过来的 我可以过来的对吧 就六楼是通用的 通用 整个六楼都是通用的 对 不管是A栋还是B栋的 嗯 只要你买了任何一栋的房子 都是要租 租 音乐啊 音乐时间 对 卡拉OK啊 有注文歌曲吗 有啊 没事我就问问 都有 姐姐要不要上去试一试 哈哈 这是什么 一样的 有两间啊 对 嗯 这个是最多人租的咯 对对对 电影院跟 卡拉OK 这边呢是古典音乐室 也当然 全部的设施都是一样 都是可以按小时去租的 我就不问多少小时了 免得我的配字幕有麻烦 你们自己来看吧 有乐园 对那边有 可以打篮球 这里的可以打篮球啊 哦 拿我拿网罩住了 我说呢 我这篮球一弹不下去了吗 哈哈哈哈 嗯 玩篮球足球 嗯 还有Denis 武术馆 哦 有人 有人 有人我们就不打扰了 对 这个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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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的吗 就是电子按摩椅 还有麻将桌 麻将桌要出 它是电子池的 嗯 哎我看 还有 保龄球 对 保龄球的有啊 哦 我跟你说啊 啊 啊 这里是高尔夫球 这个叫什么 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练习的 嗯 租的 你是租的 你是按小时 保龄球馆 哇 这个小区真的是什么都有 准确来说这个开发商啊 看的我都有眼花了 那这个我们就稍微简单看一看啊 刚才那两个基本上差不多都拍完了 只是有的角头间或者说楼层不一样 所以说价格也就差不多 这个也是三房对吧 对 嗯 嗯 基本上主卧啊都是能够看 都是有这个窗外的这个啊 户外的这个景 我问一问这个价格 直接问一问这个价格吧 小姐姐 这个房子也是百十来平米啊 那这个多少钱 抠到了1.8 1.8个命令啊 就是看楼层 对 根据楼层增加价格 或者说是不是角头间 每个楼头的角头角头间又不一样啊 这个面积也是散到这个 散散到这个房屋屋主里面了对吧 对对对 因为这也是就近来就是属于这个业主的对吧 对对 哦每个电梯只通了一户 嗯 哦 三十六楼 三十六楼顶层的陨池 如果瓜分下雨的话 那就来到这边去游泳啊健身啊等等 哇 姐姐这个真的是我目前在不只是槟城了 看到最好的这个这个这个公寓了 哦那边还有个打冰包球的 要不要你会打吗 你不你要会打我你不会打是吧 我再挑战一下 有那个牌应该是要租的 要租的啊 看个蛮小 好舒服 找一个朋友有认识的买了 我没事过来看看看看也行啊对不对啊 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在那边是海 然后呢这边不是修了一个岛吗 甚至都能够看见冰威大桥应该啊 能看见冰威大桥就冰城第一大桥啊 乒乓球 哎呀好多年没没练过了 哇这个采光看的也不错啊 这个视频一定要发到国内万一有人喜欢了 哇塞够奢侈的在这个36楼种花种草 哎呀我也想起大姑妈了那个这个她做的那个乌兰菜啊乌兰饭 这个叶子她说可以吃的 我都想给她薅走了 这个角头间太可惜了呢 那边那个桥看见了吗 上次我们过去的 哎是这里吗 我好像 哇走到这旁边都有点害怕 哦对是那个桥 好在那喝的咖啡 哪喝的咖啡 看不见了 应该是那一边 这么高的楼村 种个这个也蛮不错的啊 陶冶陶冶新奇 上到楼上了 左边还是右边 两边都有 啊过去看一看 楼上是什么呀 也是可以休闲做的啊 嗯 这一间是啊 可以 咖啡 对 咖啡和 雪姬啊 哦 这整的像个KTV似的 不是 就是 休闲了 休闲了休闲了 对 这个就是公主啊 这个是你29楼到35楼才可以进 哦 那边还一间是 以下的人 明白了明白了 就分开了 这个是29层到35层的客户才可以进的 对吧 在这个角度看这个视野会更好一些 这个就不用主了 嗯 开冷气 公共设施真的很多 公共区域很多 我们这么说吧 嗯 看完了 就这个房子的确是我就是说 个人比较好奇啊 我让那个姐姐 就是我认识的姐姐 帮我去联系的问了一下 那其实呢 在我目前现在拍完之后 我没有放 还在要等人家通知之后才能够放上去 希望大家能够有人建到这个房子 因为这个私密是挺强的啊 然后这个开发商也不筹卖 我是好奇我自己啊 你们也看到了所有的设施啊 希望能够尽快的让我把这个视频放上去吧 估计这几天是不可以的 等消息吧 好了 记得关注订阅点赞 看起小铃铛 至于有其他的一些需求 我还没有联系的位置 没有联系方式 反正看吧 如果有人喜欢的话 到时候再私信我吧 好吧